艳阳高照 电线赶旁架着一个梯子 但地上却躺着一位身穿蓝衣服的男子 旁边还有一滩血迹 民众看到赶紧上前关心 不过怎么叫男子都没反应 发现事情不对劲 紧急报警 救护车也立即赶到现场 众人合力将男子抬起放上担架 装上自动心肺复苏机 分秒必争 不过此时男子已经没有了意识 目警民众看到也都吓坏了 跌落意外发生在花莲七星潭游客服务中心旁 警方也紧急赶到现场了解情况 据了解男子独自搭踢在路台旁 施做监视器相关工程 以似一个不小心踩空从三尺高的地方 重摔后头不着地 身体多处擦伤 男子摔落第一时间还有些许脉搏 不过松衣抢救后还是选高不治 至于详细坠落原因还有待调查厘清 记者留几家王云霆花莲采访报道 好 如果有些睡眠问题的话 可以来试试看 我们往往推出的这个梦梦水 睡前30分钟喝上一包 就可以让大家清爽无负担 告诉大家在哪里购买 这个地方有我们QR Call 小瞄一下就可以到快点购网站上头来购买 这里有我的推荐代码 CTI321 邀请大家多多支持